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点名国民党四位的立委叫四大扣 现在点名四大扣要开始搞所谓的斗争吗 而明天他们就要到在立法院就地开启什么呢 人民议会就在现在您看到的议场里头 清干净之后自己要来开会了 而省的就是两岸协议监督条例 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国会接下来是不是已经要独立了 我们来带您来关注是这个学运真正的目的 为什么已经露线为什么就是台独呢 我们今天会带您继续做深入的分析 同时掌握来自于立法院院区的外内外最新的状况 好那最新状况我们带头就先带您来看 那最新情形刚讲到了有要开这个 这个刚讲的人民会议 然后还要看到是要去点名四大扣 要开始去做游街式的呛瞎 那立法院今天的状况呢 是不是很多的游客到此一游 我们请现场的主播黄亦清带大家来看 好的为大家来整理一下这学运活动进入第18天 而今天学运团体呢 他们提出了最新的一些诉求跟下一步的行动 他们要研究他们的抗争能量 而今天他们所提出的 从明天下午4点开始 他们将会召开所谓的人民会议 他们将会把这个行政院版 以及民间版本的这个监督条例 在这个议场内议场外来这个召开 同时大家一起来审议 包括了他们会邀请学生 甚至朝野立委都一起来审议 而稍早呢林飞帆也在这个台上对大家喊话 来看看稍早他怎么说 在国会议场里面 青岛东路的现场 济南路的现场三个地方 我们用马拉松接力的方式 分成60组 至少1500人 用审议民主的方式 来共同审议 这个两岸协议监督条例 的政院版跟民间版 我们会在礼拜六开始 亲自召开人民议会 他们外面的委员不开会没有关系 他们朝野协商破局也没有关系 这个国会是由人民掌控的国会 我们将在这里自己开议 林飞帆强调 学运不择什么悲情路线 也不会回应马金现在这种种的诉求 他们要决定坚持走自己的道路 而同时在今天下午 在稍后也会针对下午4点 今天学运团体将会到国民党立委 也就是国民党政治执行长林洪池 在板桥的选区来进行扫接 今天他们在这个上午的时候 就已经这个对外这个喊出了 国民党的四大扣 包括了这个林洪池 张庆忠林德福 以及吴玉生等人 他们是表示说 这些人不要再做所谓的马逸立委了 应该要坚持这个 以人民的立场来讲出诉求 所以今天他们在稍后的时候 将会针对下午的行动 做进一步的说明 同时4点的时候将会到这个板桥区来扫接 拿着大声工来对林洪池施压抢瞎 而今天在整个这个学院的进入第18天之后 到目前为止 可以说今天是因为假期的关期 也有不少人来到这边 在接近周五的时候 还有因为今天是儿童节的关系 有团体的今天大人们带着小孩 有将近100多人 从这个立法院的周边前进总统府 他们还拿着小卡片 上面写出了要对马总统所说的诉求 到总统府的巨马前 把他们的小卡片挂在上面 而带着孩子随后又回到了立法院的议场当中 也跟林非凡见面 还送了领悟给林非凡来为他加油打气 不过今天在整个学院进入第18天之后 其实团体目前为止 他们学生并没有要退场的迹象 而接下来的时机该如何走向 我们的最新状况 我们又随时带你来掌握 赶快先把时间换给铺内 好我们谢谢主播黄一青 在立法院的外头 带我们掌握现在最新的情形 人真的不少 因为今天是放假日 但重点是没有退场的迹象 坚持坚守在立法院议场 那么现在议场变成是学运团体他们的 这是怎么样的错乱状况持续发生 我们先介绍今天现场请到的五位来宾 我们就要来好好地讨论了 左手边来介绍起 第一位是国民党籍立法委员蔡正元 主持人好大家好 我们今天现场请到的时事评论员是陈金兰 大家好 今天现场还请到丹章大学财经系教授 聂建中老师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继续我们在我们左手边为大家介绍 是住在这个立法院院区外头幸福里头 非常不幸福的代表了 来我们的徐立新徐主委 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今天现场另外一位我们请到的是 新新闻的副社长陈东豪 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我们刚才也看到了 蔡委员那个月祖代庖了 现在呢议场被占据之后 他们明天要开始在里头开会 要审议两岸人民监督机制的条例 怎么会这样呢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 那个院会的议场 是王金平当主席的时候 我们才要开会 那平常我们是各委员会 召委在当主席的时候 我们在委员会的会议室里面开 所以这个不影响我们 每天在委员会开会的时程 只要民进党立委 不要捣乱 不要霸占主席 我们委员会是可以顺利开的 但是议场被这些学生 抗争的学生所占据 那王金平就不能履行 他当院长主持会议的一个责任 那现在林飞坊要召开人民会议 他要取代王金平当立法院的院长 这一点我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意见 因为王金平院长如果没有意见 我怎么敢有意见呢 所以重点是在于说 大家怎么看待这个事 不过他提的一点说 外面的委员不开会 林飞坊讲什么叫外面委员不开会 意思是他们是里面的委员 我们是外面的委员 所以他们里面的委员要开会 几乎就是好像毛泽东占据了井冈山 然后在井冈山立地为王 当时毛泽东占据井冈山 也成立了什么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所以他们现在占据的议场 成立了人民议会 朋友当年 所谓的小毛泽东的架势 这一点我给他道贺 他提到朝野协商 破局没关系 我没什么意见 因为破局到底谁在身上 看王金明怎么去判断 王金明今天说是民进党的事情 再来他提到说 国民党有四大扣 那因为我的人为 眼睛分量比较少 我没有荣幸挤到四大扣里面去 不小心看不起我 还是抬举那个 那他说号召今天下午 要群众去宁龙池的服务处扫街 第一个时间找错了 地点找错了 什么叫时间找错 今天放假嘛 你服务处怎么会有人呢 明天也放假 后天也放假嘛 你有本事这礼拜一派人去 老人去嘛 像黑道要老人同样 老人说一台车来去 我们先别拼一下 那他把这个四大扣称作 马义立委 大概他也知道说 我跟马英九意见经常不一样 所以我不过格当马义立委 不过话又说回来 你要去林峰池那边抗争 我给送给他四个字 不自量力 我欢迎林飞坊 或者是陈维廷 或者黄国昌 或者赖宗强 你老人来我来我给他告诉你 我公开欢迎你来 看你能够老多少人来 不敢老人我就瞧不起你们 所以我是觉得 大家如果不能过静下来 就事论事 就是我们今天到底争论的是什么事情 是服贸的内容 或者是服贸的程序 那服贸程序这样处理 大家满不满意 那不满意我们就回过来 看有什么修正的空间 那如果讲不是个大理 都开始讲一些 世界上各国所有的抗争学生 很喜欢讲的 大家不要以为他们很有学问 他们这一套都是超巴黎的 超伦敦的 甚至于超纽约 超巴西的 哎呀我们失去的民族 这个社会是不公平的 这个社会是失去正义的 这种话听多了 然后听说去看看那个日本人 看那个什么安保协议抗争的领袖的作品 问题安保协议是日本人怎么想 那么根本就你这边小鬼造反派嘛 对不对 所以我是觉得抗争运动 跟很多政治活动一样 要懂得见好就说 换句话说下台的身影要漂亮是不太容易的 上台的激情很容易起来 借力英雄造势或者实施造英雄 当时抓着张静忠那个30秒 媒体就大肆哄台扩张 他忘了一件事情 在我们立法院 不要说30秒 有那个陈其迈的20秒 还有很多人的5秒都有的 理由是什么 因为委员会老是会吵架 为什么委员会会吵架 就是因为委员会有你们电视台的摄影机在那边 所以委员会开会的时候 委员立法委员经常会抓狂 有很多女生也不顾行 像扑到男立委的身上去 都无所谓 像林史文这也是扑到那个张静忠身上去 压制张静忠 只要有摄影机可以表演的地方 什么被警察脱衣服 什么话都会讲出来了 所以你知道摄影机会使得 女立委男立委都抓狂 每一次我们很多委员会主席 看闹得不像话 就说花个5秒钟而已 送院会协商处理 一句话就去了 跟张静忠这30秒 大概花了长了一点时间 所以对立法院的实物不了解 被媒体扩大为 好像违反程序正义 就变成民主的危机 那现在要提升为宪政的危机 再放大一点嘛 就世界的危机吧 所以刚委员这番的分析 就刚才林非凡讲到 关于人民议会的所有 以及现在行动的一个诉求 到演变至今 到底这是怎么一回事 观众朋友透过中间新闻 平常是越看越清楚了 不过今来这显然 昨天服务院党全员动员的施压 是不是给学生带来压力了 当然 但是我也必须说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然后政治是一连串的狡诈 既然要去占这个立法院 他要发动起这样子的一个翻角 他就必须面对这样子的一个压力 那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陈维廷跟林非凡 如果你要挑战马金江 那你就必须要面对各种可能的打压 或是各种可能的处理方式 那因为他已经在一个政治场域 在做的就是政治斗争 这是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过程 那我自己的看法是 3月23号 以后有一个行政院这个冲撞 然后有一个在警察动手 做相关的一个处理的状况下 打破头的这个状况 他激发了一大部分的能量出来 那这个部分的能量在330 当然创造出将近50万人的 没有就12万 不管你说12万或是 那也是三天之内能够创造出 这样子的一个人数的一个能量 也是不容易跟不简单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所产生出来的能量 其实到330已经到了一个高点 在这个高点以后 其实人数确实是往下降的 那在中间其实有几个面向 比如说碰到所谓的要其中考 比如说连续假期的 像今天墾丁春那已经开始 它本来就会有一个相关的一个 产生一个动能上面的皮态 还有就是高度的动员以后 那个皮类确实会出现 那当然最近我们看到 这个人数确实是会减少 那所以他这一次现在在看 大家看他4月6号 也就是说过了两个礼拜 你经过这样的一个事件以后 创造出一定的人数跟人量以后 那4月6号你能够创造出 什么样的一个可能继续让学运 往下发展的这个可能性 大家都在看 那我自己的看法是 这个学运走到今天这样状况下 他已经有点高原期往下走 那所谓公民会议的本身 他进行的状况就是一种以拖待变 那在这里面能不能蓄积更大的那样 我自己的看法其实是有一个问号的 如果白狼那天是以所谓的 路过的方式到了这个立法院 那他们今天恐怕也要用一个路过的方式 去板桥 那我必须问的是这里面有几个面向 可以观察青岛东路的这个处理 我们看到台北市长 郝龙斌给予很大的一个容忍 那在新北市的 他们要过去的这个过程当中 你看新北市长是不是也会给他很大的容忍 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非常多的这个反抗 这个反抗是除了我们看到在这个 这个学院世代跟当局的一个反抗以外 我今天再给大家看 这是连胜文的这个竞选广告 这个竞选广告他在这个图面当中 他要做的是他国民党内的初选 但是他这里面有没有反抗 我觉得他这里面也有一些反抗 这个反抗叫柔性跟软性的反抗 因为他把一个小人放在这个党徽的上面 通常我们会看 玩球是下面的人在往上丢球 但他这里状况下 给大家看到的是一个小人 站在一个这个国民党党徽上面 是不是在这里面也强调说 要以人民为主的这个方式在发展 也就是说对于国民党在 未来的发展上面 他也有不同的想象跟思考 我要说的是一场学运 他有很多的面向 这里面的很多面向 除了当局以外 还有看到的就是旁边的这些政治领导人 这些政治领导人也必须要思考 下一个世代 郝龙斌在这里面给宽容 我们看看今天下午 新北市长朱立伦 是不是也给于宽容 这里面有很多的面向 让大家做观察 当然这要呛一下的 刀芬池下午是第一位 接下来四位是陆续都要去呛 那大部分都是在新北市 这当然又飞到新北市去的话 新北市的市政府的压力 待会大家可以来观察 不过请教聂建中老师 那今天学生这么样的 刀芬被告诉你们 你们外面委员不开会 我们里面自己来开 老师 这个学生现在演变成这样 到底谁是当家的 是他们了吗 OK 刚刚因为蔡委员讲了一些话 其实多少与我心有欺欺 那现在我是一个老师 身为一个老师 能面对这个所谓的话有学生形象 而且他们是清新形象的一些信心学子 在这里发出这么大的声音 其实我当然心中有所恐惧 不过当然我相信不是完全之学生 不过是大部分学生 因为我有接触 因为我真正到了前线 也是第一线跟很多学生 面对面的做演讲 我这一年跑到好多学校 结果我发现 我每次再怎么样苦口薄心 说我是爱台湾的 真正台湾人是要为旧台湾 为台湾的经济未来把关 你谈太多政治太多法律 可能会坠个台湾往后拉 从60年代70年代80年代90年代 所有的黄金十年 当时没有人抗争的 你看我就跟他们讲说 60年代没有人去抗争 说哪个产业没有进到这个出口家庭区 70年代没有人去反对说 我们的石化工业 一金二金环保那么差 80年代没有人说 我们的电子园区要霹雳 要赶走人有大夫亲 这个桥迁的那种抗争 所以台湾有了今天 那些人的抗争 请问抓任何法条 抓出来之后 我都觉得说 你们的法条哪来的 全部是网络看来的 就有人护航说 他们网络看来又什么错 我说那是因为有一些 用激情的方式 抓了法条来告诉你们 那才是对的 可是你知道我就跟他们说 有人如果杀了人 但或者没有杀 都在怀疑当中一定是两兆 对法律各弹出条文 而且因为法律很复杂 没有一个条文是绝对对的时候 一定要换个角度看世界 然后看台湾真正未来怎么走 可是我发现 我怎么讲 都一定有一群的人 是一定用他们最大的智慧 跟我对抗 他们最大的智慧 是后来发现一件事 就是他们很柔心 到最后只会讲一句话说 你们到底有没有听我们的话 就这样 可是我说到底有没有听到我们的声音 我就想说你们到底 我说可以激情不要激动 我为这件事我也很激情 因为我为了台湾的未来 我激情 可是你们激动了 我说重点是 你所谓的听你们的话要听什么话 我现在很担心一件事 我不好意思 我可以说一个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会有学生反抗 不过我先声明 我很喜欢很多的学生 我受到很多学生的支持 他们说老师 他们觉得我是对的 他们要我继续发出声音 我是针对那些 你以为对 但是你也是乖巧的好学生 但是有一件事情 我觉得这件事情 这四个字在过去曾经看过 什么时候呢 或许你们看的没我们多 小时候我们很怕 大陆有个种叫红卫兵 这个东西不是我写的 是在刚开始学运开始的几天 我在台东西中的同学会的 那个line的群组里面 有同学传给我 而且是我们当时的班代 我讲出来不好意思对他 他就说这有点像红卫兵造反 我当时也说这有点过之形容 可是我们分析了一个大概 因为这就是说 现在的学生 是一个民族法治自由 风气在气质之下 教育下来的学生 的确是非常好 这个整个集结完以后 把垃圾都收掉 这个我要赞赏 可是重点来了 如果他回归在几十五十年前的垃圾 而且是时空背景 跳到大陆去 我相信他们的动作 会过犹不齐 就是我觉得在一场里面的 腹地反坏右 那个当天我跟学生演讲 光讲说我自己 教他们如果投资理财 走好的一面 创造自己竞争力 救人呛我 而且一个女生 小孩子还长得不错 就是说 就是你们这些人 说我们很会赚钱 就是我们才是社会败类 我听了以后有点讶异 我们叫财经叫人家赚钱 这不是社会败类 我是叫人创造竞争力 而且我觉得你们要真正知道 台湾的未来是大家有钱 你们才会有钱 结果他们的思想已经完全 那我很难偏读 可是我收到一些信 我很快讲完这一段就好 就是有一个学生写说 他是反服貌的 可是他看了我讲了以后 他很感动 他说有这种发出声音 真正为台湾的 爱台湾的台湾人讲话 虽然他反服貌 但老师有另外一种声音 让他听到 他会去中和一下 老师你委屈了 被这样 但是还是要继续发声 这当正面的一个发展 我觉得黎教授 你不用担心 当年在大陆上搞 文革的那一代红卫兵 统统被时代浪潮所淘汰 现在都一贫二求 所以这些要搞抗争学生 你们就让他继续搞 没有关系 看他以后下场是什么样 因为国际的经济 架构已经架起来了 这不是我们台湾 全体两三半有能力去改变的 也不是这一小撮 抗争学生有能力去改变的 他们这种 抄一些左派思想的口号 抄得不够成熟 我也是过来人 我也是念过很多 左派的作品 不稀奇 毛泽东的诸咒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 不是中共删减那个版本 我在哈佛大学看到全套的 日本人出版的 毛泽东的全套 我还做了笔记 完完整整把它念完 所以那一套对我来讲 一点都不稀奇 就相信毛泽东那一套的人 现在在大陆上都走到底层社会里面去 好 那我们请教这个东豪 那现在既然林非凡 他依旧还是 我们一般认为说 他是非常高傲的告诉大家 这个人民的议会 我们人民自己来开 那现在呢 我们的立法院议场 变成是他们的 他们代表谁 那开这个审议 整个两岸人民监督条例的 这个审议的相关监督机制 他们又能讲出什么东西 所以 基本上人民议会 基本上就是一个论坛 他没有法律上的任何效力 那这个论坛 其实在过去的18点里面 在各种不同的形式出现 那大家看学生运动 可能会觉得心里有点慌张 或者觉得说 哎呀 社会秩序好乱 对不起 我不是一个安分的学生 从在学校的时候 就不是安分的学生 我们在念书的时候 第一件事情 因为我念新闻系 我们第一个抗争的对象 就是审稿 就写个稿子还要审稿 就先抗争 就先闹 闹一闹 审稿没了 等到我在当兵的时候 那个野百合出现了 野百合那时候 我还被禁架 因为部队就管制休假 也很乱 但是 有那么拿到东西 拿到了 我们拿到了一个 总统直选 我们拿到了一个单一国会 包括国民大会的冻结 包括自身老立委 自身国贷的退掉 跟学生是有关的 这中间 学生运动有没有失败过 有 野百合 之后呢 野草莓 就没有社会呼应 其实学生运动 学生运动的基础 是在一个社会的 社会的 氛围里面 那么看 这次学生运动 有没有拿到什么东西 其实我第一个 要先恭喜蔡正元委员 因为如果我们再回想到 这个事情的原始过程当中 本来 朝鲁协商的时候 是要主要审议的 民进党的无能也好 民进党的没有政策论述能力也好 民进党的杯葛也好 至少对国民党立委来讲 在整个立法院里面 你也没办法去讨论这些服贸的条文 同胞的实质内涵更不要讲 所以你在看这个学生运动 所有的运动都有结束的一刻 也许他是自己撤退 也许是被警察驱离 但是无所谓 他只是一个大潮流里面的一个小浪花 重要的是我们拿到什么 我们拿到了一个马英雄总统不愿意给的 就是让国会监督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服贸 它有经济层面 但是它也有政治层面 这是没办法的 就像这个铜板 这上面 这十块银币上面 它一个是什么 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就是一个政治的幅腾 它的背面是什么 是十元 十元告诉你就是经贸 今天你在看两党 乃至于学生 在有关服贸的论述上 或者辩论上 或者争执上面 我很遗憾 国民党也好 马英雄总统也好 永远告诉我发展经济 他从来不告诉我 在一次开放的背后 他要做多少准备 国内的产业必须要有准备 如果你没有明确的告知 充分的资讯 大企业也许可以应变的过来 这个变局 可是中小企业组 他会措手不及 但是你在看学生也好 民进党也好 犯了一个问题 或者是他认数 民进党也不足的地方 我很少看到他们对于台湾的经贸面 产业面 或者在WTO架构之下 你不走福贸 你不走开放 你怎么办 是 所以你在看这些事情来讲 纷纷扰扰 吵吵闹闹闹 但是总结 我是乐观的 因为我觉得至少 国会监督这件事情 被纳进来了 马英雄总统也好 嘉义华院长被逼得要开了一个 这个经贸 国事会议 我还不知道他要谈什么 但是某一个角度来讲 这件事情唤起了多少人 对于福贸这件事情的注意 也许是一时半截 也许多懂一点 但这都是好事 这当然是目前为止很多的 可以在这里有共鸣的 就是说大家关注起福贸这个部分 是唯一目前看来 是不是就这场学运 带来所谓正面的一个影响 但是要开人民议会了 请教这个主委 那个立法院明天恐怕会更吵 里面开外面也开 那不知道你们现在吵到什么样的程度 昨天跟林飞凡面对面 他也给你道歉 你也接受了 住户就不再埋怨了吗 应该这样子讲 就是说我们其实 在我们来来华夏这边 是这次受害最深的 从一开始发生的时候 我们整个社区全部被封锁 跟对面青岛大厦不太一样 那封锁完之后 晚上的噪音是20小时 不断的一个repeat去播放 所以以至于造成说 我们住户不管是 睡觉工作或者是出入 都成了一个很大的困扰 所以我在3月25号 那我们委员会有讨论之后 由我去递一个声明书 那这个声明书基本上 那当时就考虑到 因为就是大家想说是学生 所以我们是以一个谦卑的诉求 那请学生能够配合我们以下三个 第一个当然就是说 有关就是住户安宁的部分 我们没有办法去忍受 这么长期的一个噪音 希望晚上11点到隔天凌晨7点 能够让这个静音 让社区能够安宁 那第二个就是出入不变的问题 能够获得解决 那第三个就是有关于 店家生意受影响 那这个其实新闻不断的一直爆 有一家机车店 他十几天来就赚了30块的 这个机油钱而已 那所以我们呢 其实很没有办法理解 就是说以往的学运 或者是群众的抗议 大部分都是在公共的场所 比如说中生纪念堂 总统府前面 或中山南路上 或近南路那边 离住宅区比较远的地方 可是这一次算是一个很特殊 从我们社区盖到现在 将近30年来 第一次碰到全面被封锁 特别是在那个3月27号 就是学运代表 他去声明说 要无限期抗争的时候 很多祝货委也是非常的 就是紧张 他想说这样子下去 要到什么时候 他没有办法做生意 出入也受影响 所以我们那时候有讨论 几个委员有讨论 要不然就是再次跟 这个学运那边去反映 所以我们有第一个承诺书 那这个承诺书基本上 还是回应到刚刚的那个声明书 那希望说 学运的代表能够 来跟我们理性的沟通 希望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我们就说到 好那么谢谢主委 这番说明 刚讲3月25号就递了 这个叫做声明书 那么3月27号 也希望能够签个承诺书 但我们到新闻到昨天 才看到林非凡终于跟 这个主委跟住户 这边有了沟通 学生的态度 这应该怎么讲 是太慢还是太傲慢 我们休息一会 待会回来